每到了立委選舉 因為原住民族選區擴及全臺各地 參選人總是要全省跑透透 要顧及的範圍跟總統一樣大 現在內政部就有意劃分原住民族選區 未來各區選出自己的原住民族立委 目前已經在進行研究 就在內政委員會審議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修法草案同時 兩位原住民族立委政天才林真二 針對原住民族選區劃分 提出了意見 政天才說大部分族人都是希望 可以劃分選區 但是如果要劃分為單一選區 又有難度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樣去解決 中選會跟延民會還有原住民的立法委員 再進一步地去思考這個問題 原住民族立委選區劃分與否過去不斷被討論 如今內政部決定深入探討 不過遲遲沒有看到進度 內政部說最大的原因 就是族群分布的問題 假如變成單位選區劃分是中選會在畫 那你剛剛講這些意見都非常寶貴 我認為中選會今天都有來 現行公職人員選罷法規定地方民意代表出缺 必須等到缺額達到同一選區 總當選名額的二分之一以上 才能補選 但是婦女保障名額 如果因為當選人死亡 或不是會選因素而離職時 無法補選 而平地和深地原住民族立委 各職有三席 要達到補選的條件 相當的困難 修改公職人員選罷法規定 讓婦女保障名額出缺時 可以直接地補 政天才認為原住民族立委出缺 也應該設補選機制 應該要統一辦理 一開而論 早上也有 原住民的立委 為什麼其他的直轄市縣市議員就不用 所以這個部分也一併思考 要不要達到二分之一才補選 後來我答應說 這個部分是可以 是可以 將來那個比例是可以考量 內政部表示贊成婦女保障名額出缺 應該給予地補 但是必須訂出最低得票數的限制 才具有民意的代表性 而在原住民族名義代表的名額 的部分 簡太郎說 缺額達二分之一才能補選的條件 對原住民選區來說 確實過於嚴苛 未來在地方制度法修法時 內政部會一併考慮修改 降低缺額補選的條件 記者在哪個週末 立法院採訪報導